钓鱼的乐趣一点不亚于说你有酒饮你有烟饮 第三还是技术 最多的时候钓过150条鱼 四个小时都让你给打毙了 四小时钓鱼150条不到两分钟就一条 钓鱼的乐趣究竟在哪呢 听见大叔叔说的 我们家就告诉你没事遛的公园都好 新鲜空气 钓鱼回来中午饭也吃不上 完了晒得灰灰的 所以就半年没钓 现在喜欢钓鱼人特别多 对呀 喜欢钓鱼人太多了 去哪个鱼坑都棒 这钓鱼这个乐趣在哪儿啊 钓鱼的乐趣一点不亚于说 你有酒饮你有烟饮 还有你有毒饮大牌上瘾了 一点不亚于这个 钓鱼啊比如这鱼坑 老板弄了5000斤鱼来 撒坑里了 谁来钓来收你500块钱 完了他3块钱一斤往回收 这一天钓 从早上8点钓到下午3点 你要能钓200斤鱼600 你还挣100 你要钓100斤鱼300块钱 你赔200 这叫黑坑 人家就是撒紧鱼这让你玩 那钓的好的 人家技术好 钓鱼的位置好 它的胃形好 这是三大要素 胃形什么东西 你拿什么钓啊 你得有石吧 我们这钓鱼的那盎 这么大一袋小盆面 30块钱 里边那小面跟棒的面一样 它里边是专门获得那种钓鱼的味道 鱼石的工厂 你买了它以后 我一小盒子里边 六瓶小药 各种化学制品的酵水 各种味道 看你配的好不好 那给小盆里边水 这个第三滴 那个第五滴 那个第三滴 滴多少滴 多一滴这鱼这完 看你配的好不好 配完这水跟这小面活在一块 有两种 一种叫散泡 就像棒的面似的面 你捏在那个鱼钩上 扔下去 它散得快 鱼就聚鱼多 还有一种捏成叫软棉 捏成这小枣骨似的 能细一点 能捏成痘痘 挂在鱼钩上 鱼就吃这个 这是鱼石最重要 第二重要是什么位置 说这一个坑 一个50个吊位 头一天晚上 这个微信报名 你要是微信报名 就500 到现场交550 提前报名便宜50块钱 比如说我是第32个报的名 一共50个人 他也不见得满了 有时候40个人 有时候45个人 你是第30几个 你昨天微信报名 到这抓球 乒乓球 乒乓球上有一号 这叫顺序号 比如说我抓了一个5号 你今儿就基本上不输钱了 这一个坑有前10个吊位 就是经常是钓鱼的吊位 我们都知道哪个位置 甭管什么时候拉拉的鱼 哪拉的鱼 就那几个位置充鱼 你要抓于前10号 比如说你就前10个人 上他那墙上有一大盘 1号到50号 你坐位 你拿着第5个 人家一二三四调完了 你第5个去调一 你要是这个 是庇护决定今天的因素 就是你说所谓的 你今天坐哪了 抓这个位坐哪了 这是第二 第三还是技术 我记得我技术特别好 那个飘调的 比如说我这飘一共20目 我底下挂着一个沉一点东西 我要调调调调到8目 飘立起来往下走走走到8目 这是飘正确的 我才挂着10 往下又走了4目 还剩3目 4目 就钓这3 4目 那鱼片铺一尘 你就一打一个 这叫技术 各种技术 你往里扔的远不远 大 回鱼 你回的稳不稳 这种技术 这是第三位的 你要专门今天都占了 你要钓个数五百斤 总于人类 你想最多的时候 钓过150条鱼 过 4个小时 150条鱼 那这几乎扔下去 扑 创时 扔下去 下刀四目 咕就一口 就这种速度 一个钟头 这真累的那胳膊 上眼也钓鱼 而且那里边的规矩 我告诉你 里边的技巧 细节 那种东西 精神上想象也很重要 不是挣不住不挣钱 您这钓鱼 就逼一会儿一个 您后边让你给打毙了 左边也不上鱼 右边也不上鱼 后边的这些都玩了 都上你后边来 大哥真棒 帮你抄吧 我帮你摘 你看你那种牛劲 我看 这行 钓鱼也上鱼 听您说的 我都想去了 确实上鱼 那时候老觉得 没关系 那个国套戴上 帽子戴上 眼镜戴上 只有严实实 另外还一人一个大伞 那也不行 一天两天你憋得住 一憋得慌 一热了一摘了 没两天就黑瓜蛋了 黑的不能再黑了 都没法见人黑了 钓鱼这么有意思吧 我这真不知道 不入其中 不知其中的乐趣 真的 听了大叔的一番话 您有没有对钓鱼燃起兴趣呢 有喜欢的朋友 咱们可以约着一起去试试 这个视频 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跟咱们散 咱们下期视频